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总早 李宗盛 找什么话呀 咨询啊 看看这个年龄的姑娘 怎么都很好 你要想咨询 下班以后随便 这是上班时间 当然是给你咨询了 小老板 你现在遇见的 可是强劲的对手 千万别再像以前那样 随随背面插颗打我 你要是这个样子 石小念 早晚可没人跑 还跑跑 你说真的 龚总 有什么请发问 我想问 怎么样才能追回我的女朋友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个龚总的意思 对 他就是这个意思 对 龚总 你还怕追不到女孩啊 你说的那个女孩 是什么样类型的 正常人应该 没有不喜欢龚总的吧 对 怕不是正常人 我觉得追女孩最重要的 就是花点心思 龚总 你该不会没有谈过恋爱 没哄女孩开心过吧 心思 哄 你们告诉我 她最想要什么 龚总 其实女孩子呢 她都喜欢浪漫一点的 送花呀 还有煮个晚餐 还有那种她上学的时候 喜欢的礼品店的小礼品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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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明天午饭我请 倩初 咱们来这儿干嘛 你病刚好 我就正好来看看你 不用给我什么礼物 你不用想那么多 就当 随便给你买个小礼物 这边 你看这个 好 可爱吗 真不用给我什么 就当是 生日礼物 我 今天又不是我生日 错过了你那么多年的生日 今天就先还一个 小念 你看这个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 这颜色也好看 西部黄 那是算了 其实我想送你的 是一颗水晶球 水晶球 水晶球 就是你以前送我的那个 就是你以前送我的那个 那个不小心被打坏了 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但是我想 既然我们还有机会走到一起 就一定可以找到了 骗初 那个水晶球 记忆都能找回来的 相信我 这都是些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啊 好 我找到了 小念 买下来吧 还是算了吧 为什么 过去的就让它留在回印里吧 这个留给别人 公 公欧 小念 公欧 你等等 公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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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祝福你们 然后说一句分手快乐 也省得这个男人 时时刻刻都装作一副 很深情的样子 龚总一向便口立词 不知道平时是不是已经习惯了 这样语出声 以前我不知道也就算了 但是既然今天我站在这里 就不能让小念白白受这样的问题 龚龙 小念不是你的下属 更不是你的附属员 他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让他这样承受你的重伤 你的讽刺和你的不尊重 如果这就是你的态度 那很抱歉 我们祝福丰威 小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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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 怎 怎么了呀 小老板 经销上大部分的资料都在找 是吗 必须让我们第二遍 全在这儿 接下来一个月的工作安排一下 做一份工作计划的给你 一个月呢 没问题小老板 那我现在去做 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 一个都考不出 沐总 好久不见 陈总这是 专门来找我的吗 当然 实在不巧 我今天没空 如果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下次再说 陈总 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 我也不会来这儿找你吧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公屋为安全警报系统 做的动画短片 在市场上大受好评 有很多繁盛的经销商 就接机靠拢过我 这一仗 她打得很漂亮 很可能就此翻身吧 我以为多大的事情 原来是斗不够功哦 到我这儿来搬旧兵来了 沐总这么理解也没有错 可毕竟这么长时间 沐总您是我 最坚实 最可靠的合作伙伴 所以我认为 所以我认为 及时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你 也好做准备吗 我需要做什么准备 坦白说 我确实没有信心能够赢过公欧 就算能赢了她 那也是伤低一千子损八百 所以我到底能得到什么样的回报 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我心里都有个数吧 太阳 我相信沐总 肯定不会亏待我 沐总 沐总 算盘打得挺好 可是接下来怎么复出 是我说的算 我肯定不能左右沐总的想法 但相应的 你也不能把所有的风险 都推在我一个人身上吧 我从而易把技术带出来 再次降低了手机的成本 帮你把市场引用回来 同时 我还要承担着 被业内人士唾弃的危险 没有 不太公平吗 有时候我特别想跟沐总好好学习一下 你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本领 想学我的本事 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 事情做得好了 自然会有你的好处 如果你觉得交易不公平 我们的合作可以到此为止 陈总 我对你的帮衬 不是让你拿来威胁我的筹码 恕我直言 你 还差得远 怎么 还是没有消息吗 给我继续找 我收获的那些地方找完了再找一遍 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个人 能人间蒸发了不成 我确实没有信心能够赢过狗狗 就算能赢了他 那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所以我到底能得到什么样的回报 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我心里得有个数吧 放心 等我把恩义拿到手 就会交给你来做 到时候你想做成什么样子 就要看你的实力 我不会插手分毫 由于是 莫总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些 但不得不说 莫总提出的这些 很有诱惑力 你肚子还疼吗 那你还流血吗 废话 这当第几天啊 你是等我立嫁走以后 就开始对我要五喝六的了 我跟你要五喝六干吗呀 我跟你要五喝六 我又等你妈走 你说什么 我就纳闷了 就你这办事能力 公公是怎么放心收你当助理的 她就不怕什么时候犯傻 你把它给卖了呀 我真是服了 这么点小事你都办不好吗 大姐 我真的已经很努力地去欠小老婆了 而且事实证明我劝得很有效果 如果不是被你俩摆了一刀 让小老板撞见什么不该撞见的 有鬼蛇身 她跟施小殿说不定已经欢欢喜喜领证去了 不怕对手进入就怕对游客 你情商智商双高 在你老婆误以为自己怀孕的时候 你连个人影都没有 而且事后连个交代都没有 你这是负责任的体现吗 这原本就没有发生的事 我应该怎么给交代啊 迷生 迷生 你对不起我 更对不起我这个 更对不起我这个我还以为存在的宝宝 你还要对不起我的好朋友 那照你这么说 我食恶不涉了 迷生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根本就不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遇到的事情你只会推脱 你只会逃避 你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怎么去解决问题 迷生 我看错你了 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 咱俩 咱俩离婚吧 想不到这里 一切都没变 是啊 这里还跟小时候一样 你还记得吗 小时候你最喜欢坐这个马车了 总觉得自己坐着这个马车 就变成了公主 又漂亮 又随惨 这些 都是小迪跟你说的吧 其实 一直喜欢坐这个马车的人 是他 我们俩每次来这儿玩 他都第一时间抢到马车上了 有一次有个男孩 然而站着这马车不放 死活都不肯让给他 他就委屈地哭了 还不肯坐旁边那个小马 出来 我要进去 放哪儿啊 说 小迪 我们去坐那个 小迪官啊 我就想坐这个 我们去坐那个木马好不好 那个粉的你喜欢吗 我就想坐这个 姐姐你把这儿转 我们先坐马车好不好 姐姐你把这儿转转来好不好 所以你就把那个小男孩赶了下来 让石迪坐到了马车上 对吗 没有 姐姐你快去吧 小迪 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姐姐不可以再帮你了 我不喜欢你了 我不喜欢你了 小迪 我那次没帮他 他就什么心事都不肯跟我说了 其实这么多年来 小迪他 小迪 你还记得那个摩天伦吗 我们去看看 小迪 小迪不是你的下属 更不是你的附属业 他没有做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情 让他这样承受你的重伤 你的讽刺和你的不尊重 如果这就是你的态度 那很抱歉 你怎么能够 想不到摩天轮已经拆了 怎么变成海盗船呢 是啊 我们小时候还经常坐呢 你会跟我讲 从上面往下看的景色 就像我亲眼看到的一样 结果现在我们经常去的 是码头那个大摩天轮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来这儿 每天都会排特别长的队 结果现在竟然都没什么人了 明明城市就这么大 但以前经常去的地方 渐渐点就再也没有去过 小时候总觉得 坐了摩天轮到了最高点 就可以听见你跟我讲 整个城市的样子了 现在长大了 我的眼睛也治好了 但我的摩天轮却不在了 看来时光 也没有留下所有的东西 不过没关系 有时候变化 也许也是一件好事 这个摩天轮虽然拆掉了 但是它有过我们童年的回忆 如果它现在还在 那跟码头那个大摩天轮比起来 说不定还要觉得自己 自卑 渺小 小妮 虽然我们小时候的摩天轮不在了 但现在 有更大 更漂亮的出现 你还会想跟我做吗 虽然这段时间 经历了很多事情 可是在我心里 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和亲人 是朋友 和亲人吗 小妮 我知道这几年 我做了一些伤害你的事情 但有些事 在我心里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虽然这份感情 曾经因为一些误会 而转移到了别人身上 但我对你 依然和以前一样 你明白吗 我喜欢你小妮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 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来弥补 这几年的遗憾 让我来照顾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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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妮 我 喂 丸子 祖道 你回家了吗 我还没有呢 你又跑哪儿去了 你到底想干吗呀 我问你 你是不是被公公发现了 听说到今天又炸毛了 是不是米生跟你说的 别跟我提那个丑八卦 我已经跟她要离婚了 什么 你是不是还跟目前处在一块呢 我跟你说早点回去 注意安全 那你和米生 领证了我会告诉你的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这就回去 怎么了 我有急事 得赶紧回去 我送你吧 我让房司门来接我们 走 嗯 我知道了 找到了 他在哪儿 他跟石小念在一起 晚一点应该会回来 对 前出现在身体刚好一点 有很多记忆还比较模糊 所以对于他来说 谁陪在他的身边 他在感情上 自然会是青睐一些 可他现在 不愿意让我陪着 他不让你陪你就不陪吗 你想想看 如果你现在知难而退 不但什么都得不到 而且还会身败命令 这些和他对你的疏离相比 孰轻孰众 你心里应该有数 放心吧 我会帮你的 现在也只有我能帮你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晓妮 我今天跟你说的 都是真心话 之前你一直在等我清醒过来 如今我什么都明白了 那就换我来等你 我会等你回到我身边 你最近已经知道了 觉着你 那我要是咱们还是 应该迎接新的生活 咱们要珍惜身边的人 珍惜 所以 不管怎么样 我今天很开心 希望你也是 我也很开心 谢谢你 快进去吧 早点休息 晚安 晚安 对了 你如果身体哪儿不舒服 一定赶紧去做检查 千万别耽误了 放心吧 我会的 那你早点回去吧 你回来了 我走了 你好 先生 嗨 女主人 你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是不是不高兴了 你为什么不理他 你们怎么了 你们吵架了 嗯 算是吧 那是挺让人难过的 老板 你是男人 要大度一点 快和好吧 闭嘴 要你多嘴啊 兴讯把你恢复出场设置了 那个 我可不可以跟你聊一聊 你没说话 就代表默认了 那我做了 其实今天下午的事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误会了 狗龙 那个沐显出他 狗龙 我可以说话了吗 他怎么走了 笨蛋 快去追吧 他这是要对我 进行冷暴力 哎呀 急死人了 我就再说话了 我已经想到你了 对我 就这样 就这样 我一直想到你了 我不要想到你了 我说你 你不是要不要 你不要亂去 你看我 你不是咱们 你不要亂去 倩初 你回来了 你出院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也好去接你啊 这点小事就不麻烦你了 我做了好多菜 你要不要尝一尝啊 现在咱们两个的关系 同处一时可能不太方便 如果你要是不想搬走的话 我可以暂时去住酒店 千处 你多想吃两口 就当是陪我了 不能不舒服 千处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菜可能有点凉了 我去给你热一下 不用麻烦了 我已经吃过了 我还煲了汤 我去给你端过来 我炖了好久 你尝尝好不好喝 我把你喝水了 怎么了 千处 不合胃口啊 没有 你别多想 今天你辛苦了 多吃点 倩初 对了 刚刚你手机响了 你喝点牛奶在工作非 你饿不饿呀 我跟你说 你最爱吃的蛋炒饭 要不要吃点 你总得吃点东西啊 那我起来了 我走了 真走了 我说是 你第一件事 我做出卡 你需要过来 你联系我 我需要你 我喜欢你 在我上属里行 你一定要 我像你一起爱吃的 我现在来说是不 你应该跟着那颜色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来拿点东西 剑出 你的衣服我都给你晕好了 你 我去给你放洗澡水 不用了 我自己来 那你先休息吧 我去追客房 你等等 我觉得咱们两个这么住在一起 是不是不太合适 我不想太多人误会 你刚出院 苏叔阿姨不放心 让我先照顾你 你去睡吧 我会跟他们说的 Share 我会唱歌 你的声音 我会唱歌 我会唱歌 你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用了 我自己开车就好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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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自己一个人开车我不放心 你还是让我送你吧 我自己的身体自己心里清楚 不用你费心 我正好也要去公司 我跟姐约了一块儿逛街 还是我送你吧 我去开车 我以为你都上班了呢 那个 我想这段时间你可能也不想看到我 所以我也搬出去一阵子 等你想清楚了我再 你要搬到目前处那里去是吗 就像 ella一阶子 我去看처럼 你要去那团队 我们会 认识